大家好,我是中英同传,中英主持,中英配音演员,也是你们的老师,中英老师,金老师。 我很多学员问我,为什么他花了那么大的精力,那么长的时间,又投了很多的金钱的投入,英文学习还是毫无禁忆呢? 那你要反思一个问题,英文用对方法,用对方法的话,事半功倍,用错方法,事倍功半。 就是这么简单。 那第一个你需要反思的,你是不是选对了中文英文的老师? 第一,这个老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。 第一,他中英双语能力都要很强,第二,他要具备教学经验。 如果他只是自己的语言很强,不懂得教的话,那他没办法教会你很好的方法。 那如果他只是很有经验,教学很耐心,他自己的中英双语能力又不强,你没办法从他身上学到很好的东西。 可以关注我后面的课程,持续经济你的英文水平。 那上次课我们说到了如何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英文老师。 那这次课我们去讲,你自己应该做什么。 首先你一定要下定决心去学英文。 如果你不下定决心,不在上面投入精力或者是时间的话,一定是不会有很大的敬意的。 那首先你要做的三件事情,就是在每天固定的时间30分钟,每天都要学习英文。 就这三个条件,缺一不可。 固定的时间是指你每天早中晚选择一个你可以坚持的固定的时间。 30分钟是指最好是30分钟,如果你没有30分钟,5分钟,10分钟也都可以。 第三个条件就是每一天,你要坚持做,起码连续做21天。 这样我们都知道21天是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的,我们所需要的时间。 所以你每天做到这三件事,你一开始的基础,尤其是头三个月,你的基础会越打越好的。 可以持续关注秦老师的后续课程,了解如何去学好英语。 嗨,大家好,我们上次讲了两课。 第一课教大家如何选择好的英文老师,第二课教大家你自己每天应该做什么。 那今天来讲第三课,第三课就是以兴趣为先。 第三课兴趣为先。 比如说,学英文呢,你需要以兴趣为先,你要对这个语言本身感兴趣和文化感兴趣。 但其实这个文化和语言本身这个兴趣是可以培养的。 你必须要以兴趣为先,这样才有动力去学习它比较深刻的道理。 因为语言本身呢,它不只是表面上的听说读写以及它的语法, 其实它有深层次的文化的背景不同。 It's all about culture differences. I always say there's no good culture or bad culture, just different cultures. 所以要培养,从各个方面来培养对英文的兴趣才可以。 关注后修后程,老师会教你如何去经济英文。 大家好,我们今天来讲第四课。 第一课讲的是如果选择一个好内容,老师第二个是你自己回去应该做什么。 第三个是你兴趣为导写呢? 今天要讲的第四课就是decision making,你要做自己的决定。 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要做一个下定决心, 是必须要在英文上有精进,它对我的工作生活都非常有必要。 同时呢,我一定可以做得到。 你如果没有这种决心的话, 10个我的学员里面有8、9个全部都已经失败了。 所以你一定要先下定决心, 就是我真的要决定学英文了,这样才行。 You got to make a decision first, that if I have to speak fluent English, I would have and I can be a good fluent English speaker. You have to make such kind of decision, that you can move yourself forward. 光是想想,我只是想试一下这个课程好好用, 或者我只是想试一下我在英文当中能不能学好, 这种想法都是不可选的。 关注青老师的后续课程,了解更多如何学习我。